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八条介绍过 后面还有两条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无命 佛教人 要随缘而不攀缘 佛菩萨自己圆圆满满地做到 做出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敬重尊长 尤其是现代人所疏忽 为什么要敬重 尊长是让我们学习敬重的一个对象 而实在 佛的意思是要我们一起尊敬 为什么 因为尊敬是信德 我们学佛 目的是要做佛 怎样才能做佛呢 必须把信德圆圆满满地恢复过来 那就自然成佛了 佛不是勉强成就的 是自然成就的 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本来我们都是佛 现在不是 什么原因不是的 我们的思想 间接行为 违背了信德 所以就不是佛了 要是顺应信德 那就是佛嘛 跟一切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 那么由此可指 佛教化众生 无非是教化人 随顺信德而已 随顺信德是自然 违背信德就是破坏自然 在佛法里面 有时候不用自然这个名词 怕大家了 对这个名词有执着 有误会 用法尔 法尔是什么意思呢 跟自然意思是一样的 法一切诸佛 而就是这个样子吗 本来就是这样的 实在是 现在我们对这些意思 体会 应当是 有相当的深度 为什么呢 大家常讲 自然环境被破坏了 自然环境 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自然环境被破坏 就是我们生活环境被破坏 我们现在生活已经感到相当痛苦了 不但饮食里面 含着有许许多多的病菌 叫人吃饭都提心吊胆 水里面也含着有毒素 甚至于空气里面含着有毒素 我们这个时代 饮的水 呼吸的空气 不如古时候时代 古时候时代确实饮的是清泉 呼吸的是新鲜空气 这是我们生活环境 远远比不上古人 被谁破坏了 我们自己破坏了 真的是自作自受 可是 并不是我们人类通通都在做 少数人做 多数人受灵略 少数人发明 多数人贪图一点小便宜 贪图一点小利 不知道后面有大灾难在后头 这是欲识 这是真正的无知 所以佛教人没有别 恢复信德而已 信德是你本有的 你现在迷了 无量的智慧德能 不能掀起 佛苦口婆心 劝道我们 智慧德能 何以不能掀起呢 迷惑 迷惑 愚痴 从痴迷里面 生起妄想分别之处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这个东西早已 这就是破坏自然环境 使我们自信本具的得难 产生了障碍 不能掀起 在这个时候 佛称 称这些人叫凡夫 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 智慧德能又恢复了 这个人就叫佛菩萨 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只要相信佛的话 理解佛的话 依照佛的话去做 就能够恢复心得 华严经 普贤菩萨 给我们提了十个修学纲礼 第一条 礼尽祝福 也就是 真正修行 要从礼尽祝福 开端 廖凡先生在此地教我们 尽重尊障 就是礼尽祝福的落实 这是初步落实 培养 敬重之心 敬爱尊重 培养这个心 这是信德 然后 以这种敬爱 真诚的敬爱 真诚的尊重 对待一切众生 再也没有分别了 没有执着 这就是信德的流露 这就是 普贤菩萨 礼尽祝福 真正落实 只要这一条能够落实 其余的九条就好办了 就不难了 那么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你除世待人间 你的思想言行 都是普贤行 也就是普贤菩萨 修行的办法 你得到了 在大乘佛法里 普贤行是最殊胜的 修行方法 这个方法能成佛 换一句话 这个方法能明心见心 所谓成佛 就是明心见心 我们在细细思维 这些经论 我们读得很多 说起来 我们都很熟悉 并不陌生 可是 始终不能够落实 云音在哪里 原因在行之不立了 说实在的话 根本没有想去 实行 没想去实行 不止是行之不立了 根本就没去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奇如 佛菩萨的经济 说个老实话 社大愿望的真实意 我们了解得不透彻 并不是真正明白 真正明白了 哪有不照做的道理 古神仙仙仙们 用这种方法 来培养信者 人如果能够敬重父母 敬重司长 敬重长辈 从这个地方下手 容易 可是在今天就难 今天的社会 普遍的崇尚 自尊 不会尊重别人 自大 所以傲慢的稀奇 不断在正常 总是欺压别人 这样的心态 是造极重的罪业 于信得完全相违背 不学佛 已经就不堪了 学佛还要这个做法 哪有不堕落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佛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 这种教学法 不是他创造的 不是他设计的 完全是顺应自然 完全是随顺信得 我们如果明白了解了 自然能够欢欢喜喜 一教风行 认真去学习 在生活里面学习 在厨师 在人介物当中 学习 末后一条 爱习无名 这一条 实在上说 劝导我们 要习福啊 investors 自然能强 自然能令 自然能够 地域 自然能够 会 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 那个佛报不是修来的 诚信的 也就是完全是自然的 那个自然生态也丝毫没有破坏 无论是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 美好到极处 去称之为极乐世界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 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还是爱惜无名 侯宽 我们凡夫没有进行 自信的佛报一丝毫都享受不到 我们今天想的佛报是什么的 从哪来的 是从修得来的 这个好比一 你有佛报 你有财富 你有亿万财产 但是都在银行里面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走到街上想吃东西 人物 没人给东西给你吃 怎么办呢 只好临时打工 赚一点钱去吃一餐饭 这临时打工赚一点钱吃饭 休得 信的虽然有啊 这是拿不出来呀 凡夫就好比这种状况 我们修这么一点福德 你要不爱惜呀 这个福很快就想完了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路经人往 路是什么 佛报 人寿命很长 你有八九十岁的寿命 你那个八九十岁的佛报 五六十岁就想完了 不知道西福想完了 想完了 虽有寿命 也要死啊 父母有了 由此可知 西福重要啊 懂得西福的人 寿命虽然到了 福没想完 没想完 他不会死啊 他寿命自然延长 为什么呢 福没想完 他还有余福 我们常讲啊 天福天寿 天福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己会修福 一个自己会习福 又会修福 又会习福 他寿命 当然就延长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入福 入福都教导我们 要借记 爱惜五名 这个五名 特别是直懂 这一句里就含着 不杀生 更进一步呢 不舍众生肉 不吃众生肉 是西福啊 吃众生肉 不要以为 这很平常 这社会上大家都吃嘛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吃他 罢粮啊 将来要还他半斤 不是说吃了就没事 吃了很麻烦 你这一身吃了多少动物的肉 你要多少身 才能还得尽 所以人身难得而已 射掉人身 再得人身 不容易啊 就讲个最简单 对吧 我这一身吃了多少重身肉 那我来一身再变出身 生生世世变出身 就还债啊 通通还完了 这才能再得人身 你就想想这个事情 多麻烦 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 佛菩萨知道 真正修行人知道 不跟众生结缘仇 不给任何人 有债务上的纠纷 别人欠我的 不要了 这个好啊 要怎么你还要去讨债 你来生还要去跟他养个碰头 不要了账了了吗 欠别人的 要赶快缓 缓得很痛快 我们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了 往生就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冤情带主 不会来刁难啊 祝福忽念 龙天善生保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习福 那怎么行 习福 点点滴滴 都要爱习 要养成习惯 我第一次到 加拿大温国华去将军 那边的同修告诉我 说温国华 有一位大户法 贡阳 学院化法师 一栋大楼 当时 那个楼是值一百万 我去参观过 每一斤一百万 什么原因供养的呢 在一桌吃饭 看到 宣化法师 用一张卫生纸 就是擦卫生纸 用了八次 用了一次叠起来 用了八次 他受了感动 供养了一百万 习福的古报 宣化法师在美国 许多大城市里都有大厂 佛宝 佛宝大 佛宝从哪里来的 习福 他真的借鉴 真的习福 自己生活 确实借鉴 别人做不到 他们热衷一时 不导单 房间里头没有床铺 直接黑夜 这些地方 值得我们赞叹 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他讲了些神通 这个我们不赞叹他 但是 在持戒 习福这一方面 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 那么这个设调 我们简单就跟诸位同修介绍到此地 这个注节里面说得非常详细 大家自己可以参考 今天就讲到此地 啊